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同學你好像回到1480 是的,可以做節目 剛才劉林溫,不是他溫某我自己說 我今天的Energy Level是12 作弄他,他說是Out of 100還是Out of 10 我說是Out of 14 所以還不錯,這幾天 所以精神還挺好的 那今天就稍微跟大家分享 要講什麼,就是很多事情要講 可能大家都很關心我的病情 大家知道我患的是白血病 就是血癌 那我發現了之後 我就馬上上網去查一下 我不是查治療的情況 或者是有什麼病症 我是查有什麼電視劇主角是患了白血病的 結果發現還有挺多的 而且因為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說 白血病是聽起來最浪漫的一種病 因為那個名字白血病聽起來好像很純潔 其實是血癌,很恐怖 所以白血病這種病在電視劇 是最受歡迎的 最適合漂亮的女生患的一種病 因為楚楚可憐的那種感覺 很適合拍電視劇 所以感謝神給我有這麼浪漫的一種病 那我當然也問過醫生 我這個病情是嚴不嚴重 我就問了最直接的問題 我會不會死了 那醫生給我的答案 那就是說你不治療就會死了 所以很好這個答案 所以我現在就在進行治療 那治療了是不是就不會死了 我當然就不會這樣問醫生 醫生應該也不會說不會了 反正我現在就是情況 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接受治療 困難不困難 心不辛苦的當然是辛苦的 那是大家都知道這兩年 積極一點就是一直在預備我 大家知道一件比一件嚴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但是的確是會讓我更堅強的 所以其實老實說 因為太多這種的問題 上一個事情過了之後 我在想下一個可能應該就是cancer了 不是我做出自己的 但是我覺得下一個應該是cancer 果然現在就是有cancer 但是我當然會有困難 或者是害怕的時候 我不是神 我不是鐵人 我還是一個平凡的人 一開始知道的時候 還是會有迷茫的時間 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 其實身體上面的 可能還沒到很痛苦的地步 心理上的 一直到之後要告訴老婆 告诉妈妈这个消息 就是过情还有上电视剧 都不容易的 之后我记得第一天进医院 我就跟我老婆就是在讲什么 就是把很多的密码告诉她 PayPal密码 因为一直她都不理这些事情了 该口密码 你快抄下来 钱在哪里 就告诉她这些事情 那进了医院之后就开始夸聊了 其实夸聊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其实我自己是不知道的 原来化疗就是吃药 就是每天吃一粒药 那一粒药就是化疗的药物 每天吃一粒 但是吃很强的一些的药物 所以很快乐的身体就有变化 头疼 之后有些时候血流不止 因为我的血小板不够 之后也反正大大小小的问题了 我记得有一天特别严重的时候 真的第一次有我是不是要死的感觉 一整天就是在床上面 完全不能动什么都不能吃 一天就清了差不多八棒 但是过了那几天之后 现在你看到情况还可以 就是技巧精神上面是可以 所以我觉得过去最困难 就是这个心理上面的挣扎 反而比这个身体上面的困扰是严重 那我进来之后呢 其实我一直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当那些的困扰过来之后 我就在想我还能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了 作为一个传播主任 其实我一直都是希望把很多的好消息告诉人 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所以分享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是应该现在是我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把我的事情在Facebook 或者其他地方来发来分享 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老婆是很不愿意的 因为他的感受 他完全不想人知道 完全不想人找他 不要问他好不OK 他完全不OK 所以一开始他反对了 但是呢 到了差不多15号左右吧 他就说有一件零收 就看到圣经说 我们的软弱 神是会用我们的软弱去帮助别人 他就觉得是神对他说话 他就说你如果想要分享的话就分享吧 那所以我就在Facebook开了一个page 来分享我的意思的事情 也不完全是见证分享 有一次很无聊的 我吃了什么 反正就是想要用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 去跟人讲我现在的情况 之后我又叫罗林把我的吉他带过来 给我电脑 让我老婆带我的麦克风过来 就差不多在这里又唱歌 又录音等等 我记得呢 就是我录了一首歌 之后呢 魏师母 魏勇达姆斯的师母 其实一直他都跟我很亲近 他也多年有这个癌症 其实我患病呢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糟糕了 他也说听那首歌 他一直听一直哭 很感谢很感恩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时候呢 我能做的就是更依靠神 更多的去分享 其实不单单只是好像很好 而是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有事情做的时候呢 其实对我自己也好 我就没有想很多负面的情绪 而且呢 就是我觉得我会尽量不表现我的软弱 不是有但是不讲出来 而是我希望靠着神 我可以不让人见证到我的软弱 反而是见证到神给我的建厂 我觉得这个是堪诚是一个使命的话呢 做很多事情都很容易 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我现在是在做神给我的一个使命 我分享是一个使命 我唱歌是一个使命 当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呢 反而我觉得我很精神 有些时候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呢 都有点头疼的 就在开始唱歌啊 开始剪辑东西啊 分享在Facebook上面打东西的时候呢 我都好像几个小时过去了 我完全没有头疼 而且越来越精神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们 生命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在追求好像一个engine 不让它停顿 一直在run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的惊慌呢 最后就讲一下就是 只是我第一阶段的化疗已经完成 医生说那个目标得到 我可以回家 在家里做第二期的化疗 就是7号 所以是一个感谢神 一个好的小时告诉大家 那最后呢 我想分享一首歌 就是昨天我录的 一自我 其实我本来是想要 罗林他去谈着我们9-5-10的 但是他说 那个不是他现在的priority 我明白因为 我很多的工作都交给他了 他应该很忙的 我了解 但是这个不是他的priority 但是是我的priority 现在我现在的priority 就是竟然能唱就唱 所以我就自己录 自己唱 所以现在呢 想要最后分享这首歌 一自我 其实在这八年呢 这首歌好像变成我的金曲 很多的困难都是这首歌 带我经过 过去我的那个导师过世的时候 也是唱这首歌来安慰他 两句经文 压伤的芦苇 它不折断 江山的灯火 它不吹灭 这两句经文 当你在困难的时候 你才了解到 他的安慰 当时是有多大 他的安慰 真的是 你没有办法下降 除非你是在 那个情况里面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 当然一开始 我都会 我是成熟的基督徒 当然不会说 神来意志 我这么低层次的 神啊 若你愿意 求你把这虎被撤去 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 但是呢 现在我就是很单纯的说 神啊 医治我 使我得医治 因为早上那首歌 这首歌里面所说的 因为我还要 无人展示上腾 继续奔跑走天路 所以最后就分享这首歌 给大家听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亚乡的路为他不正断 增残的蜡烛 他不吹息 一生的烟水在他手里 平安喜乐都陪伴我 平安喜乐都陪伴我 一只我 我必得绝愈 外军之夜和花 全能抵住 一只我 我必得痊愈 如影战尺相腾 奔跑走天路 一只我 鸭香的路为他不正断 亚乡的蜡烛 他不吹醒 一声点点水在他手里 平安息了都陪伴过我 平安息了都陪伴过 一直过我彼得痊愈 万君之皆和花全能抵住 一直过我彼得痊愈 如今战匙向腾奔跑走天路 一直过我彼得痊愈 我彼得痊愈 万君之皆和花全能抵住 一直过我彼得痊愈 如今战匙向腾奔跑走天路 一直过我彼得痊愈 平安息了都陪伴我 平安息了都陪伴我 我彼得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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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彼得痊愈